嗨!各位爱粉们,你们好 我是Vic 我们开始吧 我们上支影片是和大家分享 如何用继电器去额外配置一条线路 给你的车充、行车记录器 还有改装灯系来使用 这样子的配法 它其实是可以提高车子上的用电安全 我们今天和大家会分享的是 怎么把这条做好的线安装到车子上面 也会和大家分享怎么安装这个 USB车充 我们开始吧 首先我们先来介绍工具 第一个 螺丝起子 因为等一下我们会去拆斜板 侧条 再来是 踢杆 因为G5的电池是在车厢后面 所以我们会把这个坐垫把它拆下来 再来是尖嘴钳 等一下我们可能会去压接一些东西 这是预防的 这个钻筒 因为机车小U它是圆形的 所以我们会用这个钻筒下去开孔 会用这个电动板手下去做 电压表 我们把线路安装好后 先不要急着去把所有东西都装上去 我们要先用电压表 先去量测 我们的配线线路是不是正常的 束带 线路要去固定好 最常用的方式就是束带 还有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机车小U 我买这个机车小U 是QC3.0的 我刚刚看盒子上面 它有讲到它的输出是 5V2.4A 这是一般的 然后它也有支援QC3.0 就是9V1.67 我们等一下就会先来拆 鞋绑、测条跟坐垫 我们开始施工吧 上一集我们有教大家 怎么去配这条线 还没有看的人 赶快去点上一集 我们会走这一边 走这里 走到电瓶后面 机轻在拉线的过程中 你可以 针对你比较好施工的方式 下去做 好了 走下来了 就这样子走 就沿着旁边 这样走 有没有发现这种模组化的配置 真的很好用 我都用T杆10号下去拆 这颗电瓶 是R7E电瓶 还蛮好用的 假如你知道我这颗电瓶用多久了吗 我不小心知道 应该五年左右 是我刚刚有跟你讲吧 超过五年了 电瓶这里的线路已经接好了 等一下我们会去前面 把一些线头的线全部接接 我们会测试一下 开始吧 到前面这里 大家知道我们上一集有讲 这边我会接开关 所以我这边 以前我车上有预留开关 所以这里我就把它接上去就可以了 我们拿出我们的锁头延长线 直接接上去就好了 这个都已经模组化了 我们上一集都有讲了 还没有看上一集的人 记得要赶快去看上一集 所以上下两集都要看哦 这样你才可以学会整个所有的配置 延长线这边呢 有一个地 这个地呢 我们来接车台 你随便找一个锁点锁就可以了 我找这里 这边把它转开10号的 我刚刚眼睛有先把它转开了 锁车台就好了 摩托车的车台都是地啊 所以有人会曾经问过我说 Viko你可不可以教一下 强化接地怎么做 我们会安排的 绝对没问题 我们现在手头的模组也接好了 这边就把它接上去就好了 等一下我们来测试一下 拿我们的电表出来 我们先开电 随便拿一个输出一组哦 都还没有输出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我那个开关还没打开 我们去打开 有没有看到电压出来了 13.87 好所以这个线路是OK 我们等一下会去把机车小U装上去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开动 让机车小U装上去 全部装好后 我们再把线整理一下就好了 先把所有东西先装好 倒坐再去整线 我们等一下要把机车小U这个车充装上去 刚刚前面有讲我是买那个QC3.0 因为机车小U它有分很多版本 我挑QC3.0 我们先看它里面有什么 包装打开来 会有两个螃蟹夹 不过呢因为我们已经模组化了 所以这两个螃蟹夹我们不会用到 本体 我这边已经有先把压接端子先压接上去了 它的正负极怎么分 拿到这个产品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到 它两条线都是黑色的 可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它这边有一个黑白这样子的断接 黑白的断接 这个就是正极 另外一个就是负极 插上去先测试 机车小U它有一个很棒的东西 很贴心 它有附这个 装洞的size 就贴在那边 然后去装洞 如果没有我们刚刚那个撞筒 要怎么做 你只能慢慢挖 真的要慢慢拿搓到慢慢搓 所以呢 机车小U这边 我觉得它做另外一个更好的事 它里面有一个说明书 把它打开来 它这边有一个QR Code 你去扫这个QR Code 全台湾 它都有配合的店家 可以帮你去安装 透到这个产品的车友们 你就去扫这个QR Code 它就会告诉你 你究竟的店家 哪里可以帮忙安装 那顶多就付个工本钱 先说 这不是在帮机车小U做业配 我是真的很觉得他们家的产品 是真的做得不错 我们现在就来施工吧 先来装洞了 装这里 然后拿出我们的电钻 其实这个头还真的蛮好用的 因为它有不同的size 你看它这边 有不同的刻度 你看 这边有不同的刻度 五金黄可以买 买的到 买的到 那你就来装吧 你看很方便 慢慢装慢慢扩 好 装完后我们稍微核对一下 看可不可以 烂的过去 就是穿的过去 我怎么会这样说 还不行 再开大一点 好 我们前后稍微磨一下就好了 家伙有没有想要买一个 没有 因为你跟我借就好了 好了 我们装上去了 大家有没有看到 他有附这个罗帽 我们要先锁上去 这里 所以说这个产品 其实做的还不错 慢慢把它锁紧 一定要锁紧哦 因为 车子会震动 走到一个刚好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把街头接接 就可以来测试一下了 这里是正极 这里是负极 小心一点哦 我们先上时这样接 然后开电 来这边看吧 我们成功了 有没有看到灯已经亮了 亮蓝色代表是正常的 到底有没有充电成功呢 我们先来准备我们的一条充电线 大家有没有看到 我机有先准备好 插上去 有了 有了 有没有看到 已充电 21% 所以刚刚 上面的 都是教你怎么安装 那等一下呢 我们会先把这里刷拢 把所有车壳 车条 还有坐垫 全部复归回去 我们就施工完成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 开始慢慢用吧 A few moments later 以上是我们 教大家怎么安装 这一条 积电器的额外线路 跟USB的车充安装 你只要把线路把它模组化 在安装上面其实是非常的方便 不要任何所有的电器设备 都要去接锁头正电 我们上一集有讲到 会发生什么事情 会造成什么事情 所以都可以去看一下上集 用这个积电器 额外去配一条线路 是一个 我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所以和大家分享 今天呢 一样我们也有办抽奖活动 上下两集 我们都会办抽奖 我们抽什么呢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就是抽这个 机车小U 上集跟下集 我们都会 各抽两个车友出来 你怎么参加这个活动呢 很简单 第一个 一样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然后加入我们的粉专 第二个呢 就是在上集跟下集 你在这两支影片 任何一个影片都可以 去留言 留什么眼呢 这一次没有任何限定 就看各位 你们想要留什么眼给我们 我们就 随机抽两个 上集抽两个 下集抽两个 我们总共四个 送给你们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 任何问题 都可以在任何影片 留言给我们 我们尽可能回复给大家 那一样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呢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加入我们的粉专 追踪我们的IG 那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